哇 哇 麻烦我问一下这位患者 您是哪地方的? 老家是哪的? 从 Ziobor来的 您是本省的? 你住院的时候看病是门诊? 门诊 你这是电视台采访 不是电视台采访的,手机采访 你看病方便吗? 很方便,戴服非常好,解释得可清楚了 但是这个地方肯定是挂花费 什么各种费用肯定比别墅低吧 低是吧 我这么想不知道 你刚才用的是医保卡 医保卡 直接就刷卡 不用掏现金 不用 那还挺好 方便多了 对对 很多人关心的事 谢谢 大姐一块出来了 我看你还骑了一个 这个电动车是吧 你住在哪个小区 对面 就在这个医院对面 就那小区 那很方便啊 你这里 你们这个地方生活 我看这集也很近是不是 我门天就是集 在家躺床上就 你在营泰这生活多少年了 18年 18年了 18年现在买房子了 03年买 03年这么早啊 怎么样营泰住的 还行吧 有个集买东西方便 终于有三个大超市 有三个大超市 老早以前不行 老早以前不行 现在很好了 现在很好了 你们去游玩的话 上哪玩去呢 要平常玩的话 离海边方便吗 打乒乓球 上下楼六个台子 铺的塑胶地 在啥地方 你们小区有会所 海林 海林花园 下午打门球 去海洋所门球场 你挺喜欢运动的 我就这两样 你就这两样 行 家都搬过 从资宝搬过来了 住大半年吧 住大半年 没有疫情 就都住六个半月 冬天还得回资宝 冬天一般就回 就回啊 有很多住家 是这样子的 你们小区移住率高不高 你们小区移住率高不高 我们这个小区行 行 有没暖气冬天 冬天没有 也是没暖气 这里也没暖气啊 这个小区没有 这附近有有暖气的小区 哦 这样子的 你们当时买房子贵不贵 我买的时候1200 1200买的 现在也没跌 也涨了一些 也没跌 哦 没跌啊 1200 肯定 你这不可能再跌了 我肯定没有跌 但是没 不能说是他长 但是我住了18年来 我也够本了 够本了 但是生活是没问题 老年人就医啊 取暖 就这两药 就医你多方便 你看这医院这几不久到了 就医它是小医院 小医院啊 老了不是有时候有个啥 有大点的病啊 去市里 在这就出行方便 出行方便 已经上上海一百多块钱 哦 那么方便 上上海好像坐着是180 躺着是240 明天就有一个乒乓球 球友走的 去上海 去上海 那么便宜 便宜 便宜呢 出行方便 出行方便 就是大巴 大巴 还送到小区门口 小区门口来接 来送 哦那真好 去机场也是接送 哦 上面接送 那还便宜 比正规买票还便宜啊 你正规的车子 在买票的话还挺贵 人家就是专门买的专线的 哦专线的啊 不知道 反正是 我邻居周围的人都是这么生活的 哦 好谢谢您了大姐 哎 你好 我知道我关注你的 是吧 哦 你过来看面来了 没有我陪我妈 陪你母亲来看面了 你哪个小区的 啊 我们在 胜利国际 哦胜利国际 也挺近的呀 是是是 哦 听着我的声音就知道我是谁 对 我听到你声音 我觉得应该是首当 哦 哦 一直关注你 哦 你住了多久了在这儿 我妈那住了也有十六七年了 十六七年了 嗯 胜利国际也算是个老小区了 对 对 住的还好好吗 还好 还好 每到夏天都过来 每天夏天过来啊 你老家哪里的你们是 我们天津的 天津的 哦天津的啊 不是说明年要供暖吗 不知道 那还不清楚 我还不太清楚 如果要是能落实了 也就不走了 就不走了啊 对 就因为暖气的问题 是 明年冬天都得回去 对啊 对 好 谢谢你啊 好了好了 在医院又碰见粉丝了 好了 哎 你好 您是她的 姐姐 姐姐啊 哦 带你妈来看病来了 哦 这样子的 哦 好嘞 站住啊 对对对 老哥儿啊 哦真是啊 那天津的车 嗯 嗯 嗯